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一个前一段时间出货的 SHF战损名人的开箱分享 也会在视频里和之前的人助力名人进行一个对比 在正式分享以前,请各位亲爱的朋友点个小赞 支持一下up主,如果能转发那就更棒了 OK,回到玩具 这款战损名人作为万代线下直营店的限定 和以往的商店限定一样 使用的都是这样的黑色背景,白色字样的外包装 正面有名人的特写照 以及一些注视 背面有一张玩具图片 能看到它是有反光效果的印刷的 下面还有一些logo 盒子其他几面也基本都是字符 打开盒子,内容物包括了一张说明书 以及一层吸塑包 吸塑包中间是人物本体 左上角是替换面雕 右上角是两种螺旋丸 剩下的部分是手型和苦无配件 关于这款的配件和人助力名人的区别 我们拿吸塑包来对比一下 在种类上,战损名人取消了暴凶手臂 和一张平静表情的面雕 增加了一个大螺旋丸特效件 一个左侧的插特效件的手型 下面具体来看一下配件 首先是面雕,一共有四种 分别是坏笑脸,怒吼脸,九尾脸,以及搞笑脸 战损版所有的新面雕 在脸颊的两侧都有擦伤痕迹 另外就是头上的护额也新增了划痕 其他的就是微笑脸 好像脸比人助力版本要长一些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剩下的三种表情 我们从不同角度再来看一下 手型方面 每对手型上都做了伤痕 是一个很方便的区别于人助力版本的地方 种类的话有一对握拳手 一对无质展开的手型 一对结印手型 一对苦无的手型 一对插配件的手型 配件部分有一颗大鱼螺旋弯特效件 可以说是这款的配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了 大体级的特效件细节也相对比较多 能看到有不少的纹路 而下面有一个桩子可以插入手型 吃到这一圈有比较明显的合模线 小螺旋弯的模型和人助力版本是一样的 只是涂装方式有所改变 全部都涂了一层浅浅的珍珠色的涂料 而右手的老板在漩涡中心的位置有发白的涂装 两款是不容易搞混的 最后的苦无配件两款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你不小心搞混了可能永远也分辨不出来了 看完配件我们再回到本体整体来看一下 能够发现战损名人的这个衣服配色像是蒙了一层土 烟熏的感觉非常的明显 而头部的配色两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衣服黑色的部分战损要浅一点 原版橘色的部分在战损这里变成了土黄色 绑腿也由白色调整为战损的灰白色 总之就是展现出了一种苦战的状态 水狗的情况和之前比也差不多 脚踝内侧的两个最明显 还有大臂内侧藏在里面的地方也有比较明显的水口 剩下的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以内 在关节设计上两款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就意味着肩部这里的分件肯定还是有拖出的问题的 一会儿把玩的时候再来印证 可动方面低头45度 抬头50度左右 后面的飘带是只能上下转动的 而且比较的脆 这一点原本也是一样的 左右歪头各30度 头部可以旋转360度 但是要把面雕取下来才可以 侧平举平行于地面 过渡到上举比较的顺畅 不过很难紧贴内侧 前面举双臂可以交叉 大臂处的关节可以自由旋转 手肘弯曲超过了120度 鞠躬角度40度左右 后仰接近45度 胸腹关节可以转动一定的角度 腰部是同样可以转动 不过幅度也不是很大 腰部外层的分件很松 后面的忍锯包是可以旋转的 髋关节正踢90度 腿向斜后方向可以拉到接近90度 横插接近180度 大腿可以自由旋转 膝关节基本是可以对折弯曲的 小腿露出肉的这个地方 可以略微的旋转 踝关节可以上下转动 幅度不错 接地性也很好 前腰掌可以抬高90度 脚底有刚硬 可以看到也是中国制造的 这款直营店限定的SHF战损名人 整个体验下来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是一个为了线下电增添人气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心思的产品 从设计上来看 就是简单的一些重图 外加不痛不痒的配件 只要做到和原版有一些区别即可 而可动方面 把玩感受和原版没有什么差别 肩部容易脱落的情况 也没什么改善 如果你不是名人的狂热粉丝 或者是希望全收集的玩家 我想这款就没有什么必要入手了 OK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火影别忘了订阅涛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